How old is this? 60 years 60? No life? No life? 她是故意的 她那天頭超暈啊 眼睛都滿好可怕喔 真的有床草嗎? 哎呦 頭臭欸啦 拜託啦 超死頭臭欸 哎呦 哈哈 很會啊 吃飯給你有沒有打扮 她是外面 一元都不值 一心都不值 我們現在在 埃及南邊的盧客所 然後因為我們最後一天 埃及的住宿還沒有訂 就請Pony幫我們準備了 一間 非常豪華的飯店 跟一間很可怕的飯店 你剛剛很期待耶 豪華飯店應該不會是Mina House吧 一個晚上呢 要聽說兩三萬喔 沒錯 我們這次就準備了一個 Mina House的萬豪酒店 就是我們第一天去拍照那裡 對對對 媽媽想去住那裡嗎? 想啊 誰不想啊 我也想去 我們請Pony幫我們找了一間 富品飯店 然後我昨天傳給Sultan 他說這看起來好可怕喔 有人下面寫說很像狗窩 對 為什麼會怕耶 連埃及人都說爛 就真的爛了 因為埃及人算是人瘦度滿高的 確定 你確定 你確定 他這樣臉神汗才知道 開心 我就說你不要猶豫 你就堅持那個就好了 你們來看一下Pony找的 超爛的喔 這一間 2.4還蠻高分的喔 不錯是不是 對啊 跟這個蠻好搭 這不錯啊 這好啊 好啊 看相片還不錯 那實際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那Pony也要跟我們一起去住 好好好 哎呀 那Pony 他說這個是完全沒希望的東西 然後非常髒的房間 所有的插頭都沒有電 他都不能讓Pony的錢 到了兩小時之後都馬上退房 騙局騙局騙局 訂了這個酒店後來後悔了 這我住過最糟糕的酒店 我完全不推薦 喔天啊 好那我們去看看吧 搞不好我們住的房間會不錯啊 我要睡到中午 可是他現在早上11點 打電話沒人接 副品 對啊 好像在埃及蠻正常的 有啊 他那個review上面狂寫什麼 放棄人態度超差 我要睡覺比較開心 埃及的最後一碗 那每次都他睡得最香甜 因為我很喜歡睡覺啊 媽媽就不要吵我就好了 這麼爛的房間你也可以睡好 他可以睡得很香甜 現在要去坐埃及的地鐵了 我還沒有看過埃及地鐵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特別去坐了一下 中國民情罵 它會很危險嗎 完全不會 也haven的地鐵就是一個m 怎麼樣阿姨會緊張嗎 沒有啊 日本電車一樣才是 心漢 哈哈哈哈 是嗎 滿方便的啊 來參觀一下 這停車場喔 要過安檢啊 要過安檢 他就直接滾 他就直接滾 OK 真的買不到窗口耶 沒有自動販賣機喔 沒有 他要跟人家 有像電影票一樣 不錯耶 他們還有分旅行車廂嗎 有有有有 哥白 新車廂 那我不能分旅行嗎 不行 媽媽 跟日本人一樣 衝一下 好 他們逃票 他們用夸的 哦 錄下來了 我還要在外戶上了 坐等地鐵去坐站住宿 因為坐站住宿其實還沒有找過 因為但到就是 電話都打不通 就是號碼引用 欸 還有單獨一個女生在那裡 對啊 那邊是車廂 所以代表是安全的地方 所以那邊是問題 我們整個後門的車廂 真的很悶 整潔度呢 這還OK啊 看著什麼 他會讓位子給女生 都好像坐在一起 現在要抖那個樓梯上去站站 都是男生比較多的 欸 出來是一個小市集 小市集 好 你說 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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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市集是市場 然後像這樣他就會晚上的時候 他只會把東西用不蓋起來 所以掀開裡面都是貨 對啊 自然這麼好耶 欸 你坐完地鐵怎麼樣 好累喔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坐 可以坐 快開關了耶 這裡有光 超可怕的 然後這台都不亮著 其實外觀看起來算不錯耶 蛤? 對 兩三個 一座 就讓我們先看 這個我們先看 他要先將這裡 你很喜歡嗎 這是房間嗎 1,000人的Egyptians 全部一千二 他在坑我們 他真的在坑我們 因為這一間房間頂多五百塊 還不好 他說還有很爛的房間 1,200 我們沒有太多錢 請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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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會覺得你有四五歲 OK 1,000 2,000 2,000 你以外 我覺得他剛剛都在虎爛 因為我說你剛剛不是說 有比較便宜的房間嗎 他就說 讓我再看看 1,000 2,000 2,000 7,000 1,000 2,000 2,000 2,000 4,000 6,000 我是蠻訝異的啦 這麼差的評論 然後居然還說什麼 沒有房間 1,000 2,000 2,000 我覺得他真的覺得你應該會喝藥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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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頭會暈的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就爛得很不錯是不是? 那有超越你們的地台中那個嗎? 差不多 看這地台不要幾百年都沒有換 60年 他這個廁所也沒有衛生紙 那怎麼辦啊 錢都贏給了怎麼辦 好像是倒人床 都陷下去了 不是陰暗那種怪 是很舊的那種 就真的走到很昏暗啊 不是很喜歡 垃圾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頭很暈耶 我不是很舒服 他如果自己在台灣的話 感覺這間飯店就會充滿 精細 對 很陰 看一下他的冰箱的表現 他沒看到頭啦 他說什麼掉了 或是反而就會掉下 開都開不開了耶 那是這種嗎? 不是 唉唷 那這個燈還這個燈可以叉嗎? 這個燈啊 對 你看他抽屜裡面 沒有抽指頭 腳很癢耶 沒東西啊 沒東西啊 他抽屜好像是幾百零沒有用的 那他電視可以開嗎? 有嗎? 有嗎? 沒有啊 他電視也壞的 欸那燈為什麼要在幹嘛的 沒用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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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問你這個點是什麼 噢 他剛剛扭有點沒用 會掉會掉 他的燈全部都會掉 那他插座有用嗎? 只有那裡一個插座耶 好像是 嚇死我啦 他就腳踩到那個 那個 你原來是 剛剛沒有穿鞋踩到 一彈啦 多可怕 你還 你還又打打死 我真的跟他們腳很癢耶 他的地圖好 這樣很好 打死 掰掰 一一驗證 看到底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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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嚇我 我都被你嚇了 不要訂 認真的 不要浪費你的 起司 這是 目前為止 全新的飯店 他們不可能有三星 所以這是一間三星飯店 我懷疑甚至一星都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看起來 就是像被拋棄一樣 然後 Extremely Dirty 超級無敵 長 員工 應該轉職 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也不知道什麼叫服務 我覺得我腳很臭 房間就是超髒 然後 每一個角落都很髒 如果你會過敏的話 千萬不要來這裡 你剛剛櫃台平衡怎麼樣 我覺得你很有難 他一直都要跟我們家講 那你家好臭 哈哈哈 我回到了 我問他多少錢的時候 他應該先跟我講多少錢 然後說 那我們先去看房間 你再決定要不要 他也不跟我講價錢 然後他說你先來看 上來的時候 他說這樣子的一間房間 他說一千五百塊台幣耶 他跟我開玩笑嗎 這樣子的房間 你先把整個拿給大家看 從頭髒的 噢 有 有 你再把心拿出來 你敢吻嗎 你敢吻嗎 我不敢拿心 我不要 我不敢用 哎 天啊 這床好不爛 搞不好 那手臂就是腳還髒 我想可以加一個床 那床都好爛 而且一起來就整個就陷下去 超爛的 啊 然後這個 這個是不是 看起來還好耶 其實是乾淨的 欸 好像還OK 還OK喔 床墊整潔OK 把那個整頭心拿出來 那你敢吻嗎 我們之前會吻啊 但是台灣的都沒味道 就很髒 可是它很沒味道 哇 我覺得這好可怕 我賣去 這張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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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會去洗一洗 我跟你講 它這個枕頭 是絕對不能去墊的 它可能上一個客人 睡過以後 它就沒有管了 你知道嗎 有那個 被子棉被 跟那個衣架 你看 沒有 看到了沒有 哎呀 好可怕喔 它這個 你看它毛毯得多髒啊 空檔沒東西 它這個墊是到底不會用 不行喔 可以啦 用暗的 遙控器化 欸鬆 妳知道 這邊不能住 我一定有同我的名字耶 電視打勾 Check 然後那冷氣整潔呢 不用整潔 因為它裡問題 子都沒有 我們測不了吧 那想我的床 我想我的仙杜瑞 這就是我新買的床墊 仙杜瑞拉 死珍珠床墊 這就是我朋友 向我推薦的 我真的好喜歡 一直都好喜歡喔 他們家是 MIT 工廠直音的品牌 除了很耐用之外 他們家 因為是工廠自己生產 然後自己銷售 所以中間呢 不會再收一些 阿里巴扎的費用 價格一起來 都是非常的親民 小自主也可以負擔喔 外面同樣的價格 你可以在 鮮度瑞拉裡面 買到更好的床墊 質感更好的 它是用台灣最高等級的 獨立筒 加上高級的舒適膜 還擁有獨家的專利技術 灌磨封邊 就好像是大樓在灌水泥一樣 床墊的周圍 用灌漿的方式 冷卻成形 讓側面可以更穩固 那床當然就不容易壞囉 像我現在坐在床邊 你都不用擔心 四周會因此塌陷 那我上一張床墊呢 因為我平常會坐在邊邊這邊化妝 化久了結果呢 整個床就會變形 躺起來 真的好舒服喔 真的好好用 而且旁邊 你看如果躺下去的地方 旁邊也都不會變形 所以在這邊跳跳跳 旁邊都還是非常的穩固喔 支撐力也是非常的夠 包覆性非常的好 而且軟硬度適中 雖然任何體重的人 不管男女 躺起來都非常的棒 連我爸爸自從躺過之後呢 都想跟我要一張來睡 那建議大家要先度瑞亞的門市 去躺看看 就可以感受到 它這個充電跟外面的充電 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那買回去之後呢 還有30天的鑑賞期 基本上我是覺得用不到鑑賞 因為你一躺上去 真的就會非常的愛 一躺成主顧 那連我躺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計較 我的睡眠品質 我跟你說 你要幾個男人躺 他就覺得可以支撐得住 而且他還有 10年的保固喔 1萬多塊的東西 可以讓你睡10年 CP值是超級高 因為我爸爸是非常建議 很多東西他都要用很久 不會壞 基本上就是要耐用 當然呢 我們家不耐用的東西 我們家是絕對不會買的 那先度瑞亞的床墊呢 我爸爸都很喜歡 而且聽到他價錢之後呢 我等一下都要來個四五張 我們公司都要放 員工通通都要睡 好的睡眠品質 才會有更好的體力啊 負擔工作 真是太舒服了 我還要再躺一下啊 服務很差 外面的聲音很吵 還是我們現在太晚了 我覺得沒有很吵 陽台的門關不起來啊 冷氣超吵 吵到根本不能睡 床單很噁心 看起來就是很髒 電視沒有遙控器 電視影響幾乎是不能用的 早餐只有兩個蛋 跟兩片起司 也沒有地方吃早餐 床單很髒 然後聞起來很臭 房間的門感覺不太能鎖起來 所以就是感覺超不安全的 吃吃看房單 鎖起來了 所以門是可以鎖的啦 它有床蟲 你往哪兒摔著 我就有害怕 你剛剛跟它一塊融合一體 而且這地毯真的好 是啦 這也還漂亮對不對 床單是沒有什麼味道 蟲啊 真的有床蟲耶 因為它的地毯非常髒 地毯都沒有整理的話 它就會有很多小蟲 我真的蠻麻煩 欸你看看它那個桌子的灰塵啊 你不要這樣嚇我好不好 我以為怎麼了 就亂叫好嗎 這不能住 因為它這都有床 我們棉房牆每個人都吞紅 那你看一下有沒有熱水 有 有熱水 有熱水 有 好那熱水OK OK 水很小 它那個水度 適合衝不下去 對 這個草OK啦 所以它的草看起來OK 電風頭是新的 對 但基本上都是水質 就以下都沒少 有沒有 聽到你一直是這樣子 好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哎呦 你真的是 你不要講話 先不想嗎 我拼到的是冷氣聲啦 我什麼意思 欸 你看看 這個 浴巾你看看 欸 壓西朗啊 這都是這顏色 不然就是這個顏色還是變成 它一定是白色的 然後用久了 然後又沒有洗得很乾淨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哎 對 你養飾了 在這個節目 主持人 欸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駕死人的這個 擦了全身都長瘡了 你知道嗎 哇靠 這是 幹嘛 跟那個埃及古蹟差不多啊 是不是 哎呦 好可怕 這已經吃掉了 你應該 等一下弄完之後就走了 今天真的沒辦法擔 我們吃早餐啦 我不吃兩個蛋而已 是兩個蛋而已 這次好像有問題 一拖很暈 你看他明天早上起來 沒有人重鮮 我就知道臭襪子燻他 他還沒辦法你燻耶 他明天臭襪子還要臭 他這個一定很髒 會不會他自己裝期都六十年 欸 可是如果他們以六十年來講 保養很好 東西實在 還不錯 對啊 吃早餘愛 很臭 我很愛我熱熱的 欸 那我這樣走的話 那錢就給他 對他 快點 走 這是第二間 頭很汙 可怕的浴室你看看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種浴室你看看 多久沒有清掃過了 你看水 你看 這這如果大變的話 怎麼衝的時候要下去啊 壞掉了 壞掉了 不能用啊 壞掉了 這裡這裡 不能按啊 可以啊 還中間比這個好很多 還中間是毒販愛去的地方 媽你敢看 包的嗎 又很厲害 對 媽你敢看喔 好可怕喔 打的 他這個窗簾好可怕喔 剛剛 哎喲 好可怕 就這樣子 哎喲 啊 好 都不會啊 今天有沒有打炮 他在外面 不行 所以他那個都壞了 這話也是把你搓打 對 有壞的 窗頭燈都壞了 實際上床有窗子 你就不可能碎 我要回去處處 鮮度可以拉 臉要塵埋 皮膚會過敏的人是真的會冷卻掉的地方 唯一能形容這間飯店的只有一個字 就是rubbish 垃圾 沒有服務什麼東西都壞的 廁所裡面也沒有肥皂 床單超髒 浴巾超髒 一個晚上要700塊 一元都不值 一星都不值 我的襪子比較不錯 因為我一聞就蠻香的 一生當中 看過最佳的飯店 欸 可是說這間還可以這樣看下去喔 我上來上去 我上來上去 這裡的地點不錯啊 這倒是 我落跑了 哪種好舒服啊 陰暗的地方 會好嗎 等一下怎麼跟他說 床單有床啊 沒辦法把它睡掉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睡一晚 然後結果明天早上起來 全部長黃症 也划不來啊 We are not staying here 我們要用蝸蝶 蝸蝸蝸 對 小蝸蝸蝸 欸 我跟你講喔 出來就比較頭不暈了 認真 那就是磁場的東西 你往上面看是完全沒有任何 燈光是暗亮的喔 對 你看 請大家訂閱按讚 因為我用了生命 然後來這種鬼的地方 我跟你說進去頭就開始暈 我不敢太明目張來的說 但我覺得裡面的東西有點怪 它已經不是髒的問題了 髒我一直以來都可以接受 因為本身就很髒 可是我覺得它不是髒的問題 因為我這個人很不容易頭暈 就我沒有什麼時常問題 就必須頭暈成這樣 個人是真的很怕這個 我沒有辦法接受 那個感覺有點陰的地方 它是有陰氣的 我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沒有很不舒服 我也很害怕 但是要回去了 但它喜歡的話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現在半夜1點鐘 好 坐30分鐘的車 媽媽你看一下它已經喝水了 怎麼樣 我對灰塵比較敏感 都是你害的 你害我去聞那個枕頭啊 玩了以後我就慘啦 永遠難忘的那個味道啊 給它吸一人 頭皮臭味啊 你沒看到它 我們第一間跟那個房間進去 就是它說比較爛那個房間 很可怕是鬼屋欸 那個超暈的 名副其身鬼屋啊 你沒看到它們兩個都站在門口 它們兩個不敢進來欸 我在想它們能夠維持這樣之後 還在做生意喔 搞不好就用這種方式來賺錢的 繳了錢以後人家說 哎呦不敢住了要走了 那就怕也不退你錢啦 所以我覺得那個飯店的地點 真的蠻好的 它會這樣都不管你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以前埃及有一種舊的租月的方式 它們叫old rent 就是你只要付一個 對我們來說蠻便宜的頭期款 你會得到一間毛胚屋 可是你沒有那個所有權 那不是真的你的 可是你可以一輩子 用非常非常便宜的月租 去租那個地方 便宜到你可以忽略不計 可以甚至傳給你的直系寫情 但是你不能當二房東把它租出去 如果你被發現二房東租出去的話 那個 七月就會不見 然後我覺得那一棟大樓 可能是那個早期 那個老闆他很早期真的用old rent去租的 所以他現在的房租 幾百塊台幣這樣子 有可能 就租那一整棟大樓 所以那棟大樓等於是他的 只要他不去當二房東 他就不用管啊 只要賣一間房間 就是他的 被動收入 所以他根本就也不用去打理 你知道有飯店是這樣做嗎 我知道有 然後地點也是很好 我很少看到像 今天晚上看到那樣子的飯店 陰沉沉的 走廊也沒有燈 你把燈光打亮以後 哇 那個灰塵真的是 嚇死人了